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短期的时候玩一玩 但长期必顾你就是说要有些准备吧 就是说如果有一些气功基础 或修行很长时间的话 可能10天半个月20天可能影响不大 光喝水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对修炼了解很少的人 你盲目的让他去弥 强制性弥骨 只喝水的话会留下后遗症 有老实指导 比如你以前有过经验 或者是你自然修正到某个阶段 你自然弥骨了 那很正常的弥骨 以前本来是修成人修到一定时候自然的弥骨 弃足不施食嘛 自然出现的 然后他就可以闭关了嘛 以前没有人给他送饭 尤其到家 他就可以去掺风引漏了 他就去山里住到山洞里了 他可以不吃东西嘛 他有时候可以吃点盐果 喝点盛漏 喝点漏水 他就可以活了嘛 他必须修到弥骨的程度 才能到山里住嘛 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了嘛 可以 就是半歇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可以把壁骨用在医疗手法上 比如说中胶 脾胃有问题 或者泄体有时候出问题 他也用壁骨来调理 那都是另一个领域的探讨 那是医生要指导你 但是用于修行的话 我觉得短期可以玩玩也无所谓 体验一下嘛 两三天我觉得都很正常 两三天对身体一点问题也没有 三天以内不吃东西光喝水 一点问题也没有 很多毛病你吃出来了嘛 可以脂肪啊什么 让他去饿一下 但是如果是一个月以下 二十天以上的壁骨 对心态的要求很高 一定在这个过程中心态不要波动 情欲啊什么这些要求要严格一点 如果在心态方面能够心弱止水的话 喝水没问题 一般也不会出片 如果情感上波动 就会越在内蜂蜜系统出问题 口干舌照啊或者是销售 或者是转不过来 就是说吃上饭他也 脾胃啊都会出问题 所以心态越好的人 壁骨壁关这些都很正常 都不是问题 但是壁骨的同时 你性生活什么这些都要避开的 壁骨壁关心态很重要 所以心态越好收获越大 心态呢 还不只是平静 其实不需要坚持 如果你心态把握得很好的话 很解脱的一样 很自然的那种有天地合一 所以能够虚怀弱骨 心态有一些脱俗的 超凡脱俗的那种状态的话 根本也不会出片 没有问题的 你刚才在谈 然后是不是在有时候 在想我们做一个排毒 也有关系 我们还专做着排毒 不要刻意 你刻意的岛屿气脉 也会出问题 对 所以我在想最有事 还有就是壁骨期间 你很饿 很饿 你很饥饿 但是你在坚持 这个呢 也会有时候出点问题 有时候它要有浮气壁骨 还要有教你一些 分析啊 开析啊 通过一些呼吸 来达到气足 来解决饥饿问题的 还有喝水啊 它也有方法的 不是过多过多一瓶水 就像 而且每天一定要喝 一定量的水 没有壁骨经验的人 他很饿的时候 他要拿水来补充一些能量 这个时候喝水就很有讲究了 就是不是过多一瓶 他要慢慢和封销口往下叶 一定要叶到位置 要与意念去观想的 就是说如果你不饿就不需要 如果这个人很饿 他又坚持他想闭骨 要体验这个过程 那就需要老师知道 通过喝水啊 心态啊 还有他周围的部场啊 都要给他配合 不管你练任何的功法 闭骨闭关 心性上如果能够解脱 指导思想对的话 一般不会出品 一般都是说心态不对 所求心太重啊 有时候刻意导引啊 刻意的机遇秋成啊 要有个结果啊 这些合约出片 能够解脱的时间 猪彩 因为老师 在局面 能够解脱的时间 你能够解脱的时间 因为你没有想到 你能够解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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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